三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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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站裡一早就聚集了原住民長著 隨著音樂動動身體舒展緊骨 來這邊是對身體有好處 因為我們這邊 我們老人家在家裡 一直在睡覺不好 身體不好 來這邊就是 有運動 有畫圖啦 什麼唱歌都有 雲熱 光面都有 我很喜歡這種的 來這邊 有點半的時候來到武艦站 報到 報到 找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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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啊 也是算同學啦 來這邊 一定都是同學 我們先用這樣子 然後黏住 黏住 黏住 跟著四個 好 好 開始畫喔 在這裡每天都安排不同課程 有語言 律動 手作工藝 讓學員活到老 學到老 但其中最重要的是 彼此之間的情感交流 對啊 我會想啦 那個人同學沒有來 那個同學沒有來 原來他們去回展啊 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思想就是這樣子 你幾歲 二十歲 我十八歲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我十八歲 對 我們都會這樣互動聊天啊 最主要是對他們的身體 那因為他獨居的話 很多直接在家裡 除了看電視還是看電視 來到這裡就不一樣了 他們整個人都活起來了 尤其是很孤僻的一個老人 他現在整個人都活起來了 我發現在這裡 我遊了文件站以後 他們整個人都完全開朗起來了 不像剛開始的那種 一直很孤僻啊 不好意思跟對方交流 跟交談 不會 現在完全 願意跟不認識的人交談 市政府照顧原住民長者 在原民會補導下 分別在七堵和中正區 設置文化健康站 邀請五十五歲以上 原住民長者 來到文件站學習 明年度 將結合本市十五處原住民地區 設置多處 微型的健康站 希望能夠將服務深入社區 市政府除了原民會補助的 兩處文化健康站以外 我們也在明年度 希望在基隆市的十五個社區 能夠設立社區關懷的據點 這就是小型微型的文化健康站 在有限的經費之下 我們能夠從點到線到面 逐步的來配合中央 以及基隆市政府相關政策 照顧基隆市大多數的原住民的長輩 以及讓長輩在健康上 以及文化傳承上 有所來擴展 擴展我們的這個工作 關懷這樣的一個制度 能夠擴展到我們基隆市原住民的 很多地區的這樣的一個部落 所以跟在上次的定期會 跟市長跟我們相關單位也建議 希望在我們各區的一個 協議會裡面 有設置檢疫的一個關懷站 讓我們全基隆的老人長者 都能夠受到這種關懷的這樣的一個環境 原住民健康站成立 除了提供檢疫的照顧 陪伴服務 透過活力健康操 讓長者也指老化 進一步提升原住民長者的生活品質 記者黃燒民健康報導 黃燒民健康報導